你應該以前是國手的 聲音樂的部分 給我回家 好 最後一首歌一開始是用我爸爸的歌來做起頭 最後這首歌也是 我嘗試用現代的元素 年輕人 接受的方式 我覺得大家都會唱熱狗 很棒 我也很喜歡老師 可是 我們的年輕人更會唱韓語跟英文歌 甚至上課不懂的單字 一堆 可是他居然會 倒背如流那個歌 我就有在想 如果我們的安美主義也能夠用這種方式 他們會不會接受 所以我就故意做到這樣的曲方 有點冷掉 又有點嘻哈 這首歌叫I Miss Rap 那我在做的時候很大的失敗 因為我唱的時候連我爸媽都聽不懂 因為太快了 對對對 然後我爸爸說 Lewis Moore 為什麼 可是 想說用這種方式 送給各位一開始是我爸爸的歌聲 最後也希望用老人家的歌聲 這是裡面也有我爸爸我媽媽的聲音 有好幾個老人家 有一個零唱 好多個人在唱 因為我都一直拜託我爸爸媽媽 幫我去找一下老人家叔叔和華藝他們一起來 我爸爸媽媽 尤其是我媽媽會說 他們肯嘛 對啊 我說試試看嘛 他說你幹嘛學這些歌 其實那個當下我講不出來 我就是說 我小時候就在聽你們唱 就喜歡 一直到現在 沒有改變 有些東西它就是沒有改變 我相信你們心目中 都那個最喜歡的東西 一直是沒有改變的 對我而言那個歌 就是一個生命的開始 這個歌 它不是只有在舞台上這樣